方木 来了 罗队 怎么了 这是今天在佐江水库捞上来的 你看一下 这是 对 我看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所以才让你也来看看 你上次跟任正清 是什么时候联系的 大概一周前 这个的死亡时间呢 二十三号 大概是三年前 等一下啊 喂 老师您好 我是任正清的家长 家里有点事 能不能劳烦您帮忙叫他来接一下电话呀 我跟他交代一下 好的 感谢感谢 怎么死的 溺王 陈法医说看着有点像自杀 但保险起见 还是等事件结果出来再 喂 喂 罗爷 怎么了 哦 没事 家里出了点事 电话里说不方便 今天放学来我这一趟 哦 行 书包带上啊 晚上在我这吃饭 顺便把作业写了 嗯 好 通知全队 今晚七点开会 是 买块巧克力蛋糕 啊 什么 算了 我去弄吧 林木哥 呦 好学生放学了 哦 放学了 你这头金黄小卷毛怎么回事 哎呀 别动我头 工作需要 看你这脸拉的 哎 怎么了 被霸凌了 哎 罗队人呢 他等会儿就来了 哎 你要不要先写作业啊 哈哈 林木哥你啥意思 笑什么呢 这么开心 罗队 罗队 嗯 让其他人过来开会 好 呢 给你的 啊 这什么 生日蛋糕啊 哎呀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 呃 呃 呃 我这 嗯 嗯 嗯 下个月一号 星期天 云和大酒店 多少人 嗯 嗯 一共七个 都是未成年 参与的人呢 都去 顺利的话能直接收网 嗯 这次干得不错 嗯 好吃 那就准备收网 哇 太好了 什么 啊 哦 没什么 是不是再不收网 你又得期望考试了 好像吗 嗯 正清 还需要什么支持吗 嗯 需要 说 丑人帮我把这六张券子写了 方黎牧 啊 呃 罗 罗队 我 哎呀 辛苦了啊 哥 哦 对了 罗队 说晚了我要休几天假 怎么 哦 没事 陪我妈去检查一下身体 她怎么了 嗯 不知道 有点不舒服 嗯 行 我帮你安排 给 今年的限人费 谢谢罗总 你该得的 对了 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 哦 你说的那个人 是齐光远的弟弟 弟弟 嗯 他怎么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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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和黎燕死了 不会吧 那齐光远不得崩溃死啊 他们 关系很好 好 好的很啊 跟老来得子似的 齐光远能把他这个弟弟宠上天 他弟弟也混帮派 唉 也不能说是正是混吧 帮派事务他弟弟基本上不插手 最多就是跟着齐光远吃喝玩乐 那 他这个弟弟有没有什么仇家 嗯 仇家 嗯 有齐光远在 谁敢跟他结仇啊 再说了 那小孩圈子单纯 除了齐光远 其他人也不怎么结束啊 怎么 你怀疑仇杀吗 现在还不确定 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这要是仇杀的话 那八成是从齐光远来的 嗯 我想也是 罗总 你看 还有别的事没 没的话 我就先撤了 嗯 去吧 喂 老哥 齐光远 怎么了 哦 哦 哦 好的 好的 那就见见吧 探监时间十分钟 有事就抓紧时间 哼 明白 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齐光远 你进来这段时间 你的货谁在帮你买卖啊 货 哦 您说海鲜呢 我公司的人呗 您地址给我 给您包个礼盒送过去 你的礼盒以后再说 你先看看这份大礼 是谁给你的 除了您 谁敢给我 这什么意思 你死在盒里的 怎么 你不认识 我该认识吗 好 既然你不认识 那告辞了 等等 什么时候的事 我提醒一下 你的时间有限 如果提供不了什么有用信息 也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怎么样 有没有头绪 想不想给我说几个名字 你想要哪几个名字 这次的 和两年前的 我还以为 缉拿凶手是你们的工作呢 确实是 这不就是你进来的原因吗 罗队长 作为受害人的家属 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将凶手 缉拿归案 还我一个功道 齐光远 你犯下的事够死多少回 你心里有数吗 您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这次进来是不是有误会啊 毕竟 你们两年前的案子都查不清楚 看来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聊了 那也不是 跟您说说话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我还有两年就出去了 到时候 我亲自给您送去大理 混蛋 不 没 危 来 你看 也没 快